欢迎收看《环宇全世界》 带你走进全世界 我是蔡永康 包括两岸国际大事 带你深度剖析 打开视野 一位就少量的朋友 请慢慢按赞订阅分享 开小铃铛 今天的话题相当聚焦 我们就锁定在大陆两会 对于中美 对于两岸 对于香港 它所产生的影响 我们介绍四位来宾 首先是 江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心主任 张伍岳教授 大家好 前立委郭正亮 大家好 台湾智库执行委员 賴宜忠 大家好 以及美国共和党 前一台区主席 Ross 大家好 就在两会的前夕 大家关注 包括了李克强跟习近平 接下来会讲什么话 不过在两会开的前夕 美国呢 先公布了拜登上任以来 第一份的 国家安全战略指南 里面提到了 关于两岸的重点就是 依旧美国是挺台湾的 那对于中国大陆呢 美国认为 中国大陆是目前 唯一一个 可以挑战国际社会的 美国的对手 Ross你怎么解读这个事情 就在两会的前夕 发现了一个战略报告 他们在这个上任 一个多月的时间 有受到很多压力 不管是政府以外 比如说美国的 外交专家智库等等 当然也有国会的压力 你要赶快提出一个对亚太地区的一个证实 你要维持很多川普时代的 不管是军事方面或贸易方面的证实 或你有新的一些证实 所以有受到很多压力 但是关于台湾 我觉得这部分 我们不会觉得意外 当然一定会提到台湾 实际上台湾跟美国已经是在军事合作方面关系是非常密切 美国是军事给台湾 这个不是秘密 我们都知道 但是我觉得值得关注的是 台湾的部分没有写很多 所以如果比如说跟三年前 2018年那个印太战略的那个报告 是今年1月国安会洁密 对不对 那个文件里面 对美国跟台湾的关系合作等等 有写很多很多 所以这次这个interim的 这个暂时的策略的这个指南 台湾的部分其实没有写很多 所以台湾在美国战略的心中的战略地位 没有像几年前那么的 至少在报告的篇幅当中没那么多 对 那另外一个我问的是 现在美国认为中国大陆是唯一一个的竞争对手 有点某种 当然是把它当作是竞争之外 也等于是美国方面确实承认 它是可以挑战美国的吗 看看民主党会不会批评 拜登是亲Russia亲普通 因为过去对不对 民主党国会议员都会批评 川普是对普通对俄国太nice 没有好好认证地看待俄国对美国的威胁 但是拜登一上任也知道 其实最大的竞争对手 不管是在经济方面或军事方面等等 各式各样的国际组织等等 不是俄国还是中国 不光是看报告 不光是听说了什么 而是要看做了什么 这是我们节目所有来宾 要我们去看国际大事的时候 最重要的一个点 的确看到 这个报告当中把中国大陆列为 是最强烈的竞争对手 布林克也列出了美国的八大优先工作 里面有很多什么气候 疫情的合作等等 八个优先工作当中 只有一个是以国家为单位 没有意外 就是中国大陆 被列为美国接下来的优先工作之一 不过请教一下国委员 因为你反观 最优先工作是中国大陆 但是拜登上任一个多月以来 做的事情包括对伊朗民兵也开火了 对于俄国的侵略行为 美国说不会坐以待毙等等 只有对中国大陆比较相对缓和一些 你既然列为最优先 但是在言辞上面又是稍微 比较缓和 没有直接出手的 不过他还是延续 对于川普已经做的事 比如说关税不减 戴琪也讲 那科技抵制 尤其是华为也继续 那你只能够说 他后续的那个新的政策框架是什么 现在不清楚 比如说你刚刚讲到的那个指南 他提到台湾事实上是 从前面一大段这样延续下来 他说中国周边的那些邻国 我们不会允许他们在政治压力下 或者政治恐吓下来做决定这样 那当然大家具体就会看嘛 说你到底要怎么帮邻国嘛 那这个邻国如果说是受到政治压力做决定 那目前最典型的就是澳大利亚跟台湾嘛 不是嘛 那大家当然就会观察说 然后他又加了一句话 他说我们会希望美国公司不要违反美国的利益跟价值 所以我觉得坦白说这些话 大家还是要看他后续如何表现 比如说我举例 因为中芯国际上个礼拜就听说 14纳米以下的设备又允许出口了 也是从美国去 那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违反美国的价值 允许美国提供给中芯 对对对对中芯国际 所以我的意思说你还是要具体看 那比如说今天又传出另外一个消息 说本来我们暗制的那个鱼叉飞弹 可能要延后一年才能卖我们 那这是什么意思 那我觉得川普任内给我感觉就比较不会发生这种事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各案看 来自医长你的看法呢 我觉得就是说在看到这个国家安全报 应该这是个战行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指南 因为基本上他那个布林肯他也说 大概要在可能在年底或在明年的时候 才会有真正国家安全的这个战略会出来 所以这是一个战行的指南 但是为什么在这个节目要出来呢 是因为说现在第一个是疫情的问题 那所以说大家会担心到底是这个疫情的问题 所以使得美国是不是只在处理这个东西 所以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 当然要把那个他基本的layout 要把它展现出来 让其他国家知道说 美国并不是只关心疫情 他其他的地方都完全不管 特别在这个地方中国 他在疫情的这个状况里面 现在展现了充分的自信 甚至认为自己可能他要超越美国的时间 从原来2035或原来2049到2035 甚至可能更早到2030甚至2028 所以在这边来讲 那个美国当然要先展现出 自己本身他的一个那个 对国际上面的看法 以及他可能会做的一个方式 让很多让他盟邦 知道他到底要想做什么 然后另外在台湾部分 其实要注意一点 就是说他的篇幅其实一点都不小 你跟日本 你跟韩国 也都是一两句话带过去 但是他在讲到台湾的部分的时候 过去你如果比较 包括说在这个2018年 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时候 他也提到说是 例如说是一中政治台湾关系法 这些东西 他这边完全不提 他这边所讲说 我就直接用他原文 在这边有没有讲到 这个什么三公报 没有 当然也没提关系 就直接讲 我们就支持台湾 所以这个用词 它本身所代表的意思 很不一样的 然后再来一点就是说 刚刚讲到这个 我们的那个军售上面来讲的话 其实那个暗自鱼叉飞弹 我们基本上 现在有那么多东西进来 我们本身也需要消化 然后特别是有关于到底这个 因为暗自鱼叉飞弹 它本身在ODC之间的关系 那现在如果说 这中间出现某些的 那个战略上面重置的话 那到底暗自鱼叉飞弹 它的角色是什么 这可能也会需要再讨论 所以现在不是说 因为美国他对于这个武器的 这个军售 既有的军售 他采取这个踩刹车 或者是什么 基本上的考虑 不是在这个地方 那回过头来 我们再讲到说 这个有关于这个美国 他对中国 其实美国对中国 他并没有手软 因为基本上 川普他给拜登留了很多牌 那你只要任何一张牌 其实对中国到目前 都卡在那个地方 他并没有把它让掉 例如说他在关税上面 他也没有因为这样 就把它剪掉 或者说他在那个 对中国在国际组织上面 对他的那个作为 他也并没有因为这个样子 他就说我就让给你 或者说我就 那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甚至他现在说 我现在要进入 那个人权委员会 我现在进入WHO 摆了名就是我现在重新 要去挑战你和WHO 之间的关系 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那个拜登 但是拜登和川普 他们的差别是在于说 拜登他会强调说 我要怎么跟盟国 跟邻邦 要建立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对话基础 所以现在对他可能会 作为产生的问题 反而是在于说 例如说他的盟邦 可能在对中国 会不会他的看法 跟那个拜登 他们政府的看法 是不是完全一致 例如说在欧洲来讲 德国法国很明显的 就有点不太一样 他抛出这个指南的支持 也希望得到他的一些 盟国有一些 极客性的回应吗 还有这样的期待吗 其实在这个指南之前 在拜登他在慕尼黑的 那个安全会议的时候 他讲完话之后 你看那德国法国 在当时 不怎么样的回应 基本上就德国法国 应该就是说 他们之前就已经 自己准备好自己的讲稿 看得出来 他和拜登 他的那个讲话的基调 对中国这边来讲的话 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 如果说我们看到这个 特别是布林肯 他所定义对中国的关系 他说我们是那个 competent it must be 然后说 cooperate it can be 然后再说adversal 那个it has to be 像这个样子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说 美国现在他描述 对中国关系 是竞争的 也可能是合作的 但是敌对的 连这个在川普 都没有出现的东西 敌对这个东西 这是很新很新的字眼 所以说我们看到 如果说 现在美国现在定义 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在他某种程度来讲 可以讲到说 他是基本上是分门别类 跟欧盟在2019年 对中国战略文件是一样 欧盟他的战略文件是指说 我们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是经济上竞争者 然后是有些国际议题 上面的合作者 另外是政治体制上面的什么 是系统性的对手 Systemic Rival 可是现在他这边所讲的是 在国际议题上面是合作 竞争的话本来就是竞争 但是还加上一个这是敌对 那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不重要 他说该敌对就敌对 我要说一句 还是先对老师说一个抱歉 因为听起来 Blinken 他适合当一个学校 一个大学的政治系 或国际关系系老师 所以他讲的听起来是很多理论而已 不是很实质的 或者我们一般的 尤其是美国一般的民众 还是会听不懂 他在讲什么 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到底是什么 因为他讲一些很多很漂亮 很复杂的一些 strategic this or that 什么competitive